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美國《邁亞密先驅報》 5日前發表了一篇文章 指美國的情報部門分析認為 中國在月球和火星探測上正在超越美國 而美國太空總署NASA主導的 重返月球和火星採養返回計劃 就被龐大規劃所拖累 報導說美國贏得當年美蘇登月競賽 但現在正在書比和中國的深空探測馬拉松 報導花了不少心思 文章配圖是以地月系38萬公里為背景 將整個報導的頁面拉到火星軌道 直觀表現出探索月球和火星到底有多難 文章說在這麼高難度的探測任務當中 中國不僅強勢介入 而且無論是技術還是進度都在超越美國 文章疾呼 美國必須在最擅長領域避免被中國超越 美國情報部門披露 2019年中國的上俄四號降落在月球背面 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情報部門的官員沒有辦法相信 中國能夠獨力完成這麼複雜的任務 但又不好意思向中國的航太官方求證 只能從自己NASA的深空探測網絡 以及情報部門的間諜監聽渠道證實 結果答案令人震驚 上俄四號成功著陸在月球背面 無論是官方渠道還是NASA的深空測控站 或者美國情報部門監聽網絡都顯示 中國探測器確確實登陸在月球背面 一年之後上俄五號還從月球採樣返回 帶回了1731克月亮 這令華盛頓敲響了警鐘 中國太空計劃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推進 但還未等到華盛頓的反應 中國再次在創紀錄時間內 建成了繞地球運行的太空站 從2021年4月底第一個艙段發射 到2022年10月底 最後一個艙段蒙天實驗艙發射 天宮太空站正式建成 美國情報部門有點錯愕 一年半時間完成任務 和過去中國建設各種的橋樓隧道 以及高樓大廈一樣 基建狂魔再以速度震驚華府 不是情報部門失策 而是他們似乎從來都未在這角度 正確評價過中國 情報部門說 現在他們不會對中國任何的航態計劃感到驚訝 4名高官說 他們確信中國能在未來10年內 成功將人類再次送往月球 並在月球南的建立基地 但美國也在執行類似的計劃 他們擔心中國的成功會令美國 重返月球計劃黯然失息 美國在太空領域最後一個領先優勢 將會被中國無情超越 文章認為中國航態快速發展 已經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但NASA的重返月球 和火星採養返回計劃同樣是開創性的 只要順利執行 美國航態重返世界之巔 並沒有任何疑問 不過不單止 亞爾蒂爾斯重返月球計劃不順 火星採養返回計劃也因為過於龐大 以及預算資金問題 時間上比中國持兩年甚至四年 這對NASA來說簡直是恥 專家就指出 亞爾蒂爾斯計劃其實規劃得非常不錯 建立一個月球太空站 在太空站和地球 以及月球之間建立定期航班 並且NASA已經將計劃 打造成類似國際太空站 那麼多國參與的國際合作計劃 共享成果、共擔風險 美國要將月球搞到這麼大場面 完全是因為有亞波羅登月的成功 如果再搞一次類似登月 就顯得NASA沒有進步 所以搞了一個月球太空站 還有SpaceX的星艦登月飛船 以及SLS火箭的獵護座飛船航班 不過專家就認為NASA忘記了 現在美國因製造業空心化 缺乏熟練的工人 各種火箭設計製造都要外包 直接的結果就是SLS火箭 連續17次發射推遲 第18次才成功 亞爾蒂爾斯計劃另一個短板 就是SpaceX的登月板星艦 這個確實是一個突破 但是就快2024年了 星艦地球板還是未成功 月球板不可能在2025年前完成 因此NASA才會在今年5月 心急地急忙將藍色起源版的 藍月亮登月飛船計劃請回來 原本在投標的時候已經被淘汰 這也是對星艦月球板完全沒有信心的表現 但無論哪個版本 NASA要在2025年完成登月是不可能的 再然後差不多就要和中國競爭 本世紀首次登月了 美國火星採樣返回計劃 原本預計2028年就能完成 現在同樣不得不延期 順利的話可以在2030年至2031年發射 計劃在2033年返回 但是根據NASA獨立審委會 考慮任務執行和預算開銷的評估結果 可能會推遲到2033年才能返回 美媒Space News也有報導說 由於預算不確定NASA放慢火星採樣返回任務 負責科學事務的副局長康立利說 局方曾要求明年撥款9.493億美元 用於火星採樣返回計劃 但是今年夏天 參議院單單只是支持了3億美元的預算 並且警告說如果整體預算超過53億美元 那就將會取消任務 但是根據NASA獨立審委會的資料 如果要保證火星採樣返回任務順利地進行 至少需要80-110億美元預算 這使得任務雪上加霜 未來面臨極大不確定因素 康立利說已經準備好面臨最壞情況 至於中國火星採樣返回計劃是什麼時候 根據此前中國航太執行力評估 是2031年 專家認為這個時間不會遲太久 即使是遲兩年也與NASA同年 對中國航太來說與NASA同年也是勝利 如果是NASA真的延遲到2035年 那就是中國大獲全勝 如果中國能在2031年取回火星樣品 那就是非常大的勝利 另外看看中國科學家 揭備1.3億多年前的恐龍皮膚化石 中國科學家研究團隊近日揭備 在河北成德發現的 兩具1.3億多年前的熱河生物群 直食性恐龍化石挖掘收復工作 其中一具骨骼皮膚化石保住完整程度近乎100% 研究團隊已經完成化石前期主體收復工作 並且取得階段性成果 團隊負責人介紹2017年有關人員在 成德峰寧院發現了部分裸露的恐龍化石骨骼 經過了幾年時間的挖掘 復收出兩具保存精美的恐龍化石 一具屬於較為原始的角龍類 全身骨骼保存近乎完整 另一個屬於劍龍類 骨骼皮膚的印痕保存完整 接近程度是100% 保存面積和完整程度非常罕見 專家說今次發現的角龍類恐龍化石 是填補了角龍類恐龍進化發展斷鏈的重要一環 這具標本 近乎完整保存的骨骼 將進一步研究原子的角龍類恐龍 演化路徑提供了重要證據 研究人員推測 劍龍類恐龍化石這麼完整地保存 源於當時頻繁的火山活動 當時恐龍可能是去河邊或湖邊喝水 或者是年齡原因自然死亡 直接是躺在水邊 被沖到水位比較深的地方 而恐龍並沒有受微生物或小動物的干擾 火山灰一年一年往上落下去 使得化石完整地保持下來 這具劍龍類恐龍化石 在河北省首次發現 為早伯樂世紀中國北方 依然有劍龍類恐龍活動提供有力證據 研究人員認為 發現化石的風鈴苑和周邊地區 在1.3億年前 曾分佈較廣闊森林和水系 為當時群居的直食性恐龍提供有效備護場所 和充足的食物資源 這是大型或群居恐龍在當地生活的生態環境基礎 最後看一看第10批 在韓國志願軍烈士遺骸裝簾儀式 在仁川舉行 中韓雙方在仁川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臨時安置所 共同舉行了第10批志願軍烈士遺骸裝簾儀式 在儀式上中方代表團 和中國駐韓使館代表向志願軍烈士敬獻花簾 參加活動的中方全體人員行三谷公禮 並且敬獻鮮花 中方悼念儀式結束後 韓方工作人員對志願軍烈士遺骸進行裝簾 韓方今次將會向中國送回25位烈士遺骸和相關遺物 雙方23號將會在仁川國際機場共同舉行第10批 在韓國的志願軍烈士遺骸交接儀式 3610-3800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榴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榴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